走 走 追 走 这怎么有两个蓝老板 事到如今 也不用瞒了 我是蓝玉春 那是我弟弟 蓝芳春 破案不难 什么可男可女 无非就是用男人对付女人 女人对付男人 搞得神神秘秘的 说白了 就是风麻燕雀里面的燕子门 什么是燕子门 就是四种诈骗的手段 有一门呢 是专门利用美色去骗人 自古就有 昏拖酒拖这样的说法 说白了呢 都是套路 取了容颜的言字的谐音 燕子门 孔雪莉 你也别得意得太早 你也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要不是我那双鞋 你能发现什么问题 就算你拆穿了我们的把戏 又能怎么样 请问孔大局长 我们是谋财了 还是害命了 老百娘 我为孔雪莉冤枉 你难道一点都不心痛吗 更何况我们彼此相爱过一场 别打岔 这个时候先交代你的问题 不见黄河不死心哪 把人带上来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看清楚了 这就是要和你双宿双妃的人 孔雪莉你胡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我 我一心想要和你双宿双妃 不惜杀死自己的丈夫 当到来你却要止恶于死地 你还又没有良心 胡慧之 你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现在知道兰玉春是什么样的人了 他怎么怂恿你杀的人 你还是说清楚吧 别想扣我屎盆子 我们俩说过让你去杀人吗 况且披霜是你从我的梳妆台上偷的 再说了 是我要杀你吗 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祥城 说不定是你自己跳下去的呢 孔雪莉啊 孔雪莉 你不是一直都标榜现代文明 你没有证据 你能定我们的罪吗 我们是奉了大都督府的号令 前来请兰玉春 兰方春两位老板 即刻进京 任何人不得阻拦 否则 格杀勿论 真不愧是老江湖啊 兰老板可谓是万无一失 你先色诱胡蕙枝诱导他偷披霜 杀死姚子诚 再派人灭了胡蕙枝 自己假装不知情 不愧是演戏的高手啊 厉害 现在你的救兵又来了 我怎么斗也斗不过你了 你凭什么跟我斗 大都督的人马难道你都敢惹吗 是我们让他做得又怎么样啊 反正从一开始 姚子诚他就必须得死 为什么他必须死 因为姚子金啊 傻瓜 你以为姚子金的手绩 是凭空而降的吗 那是我们派人放的 姚子金到底在哪儿 生仙了也说不定呢 你 看来郑桥夫妇二人 也是你们谋害的 没错 郑桥是方春杀的 郑桥老婆是我逼死的 郑桥的家 是我让陈天官派人查的 郑桥杀死我母亲 她死有余辜 你还和郑桥说 一切都是我做的 想借刀杀人 大名鼎鼎的孔雪莉 正想那个毛头小子 又能杀得了你 我不过是调节调节气氛 玩玩罢了 你以为大都督的兵来了 你就能无罪释放 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孔雪莉啊 我不过就是小事牛刀 就把你们几个玩得团团转 我想陈锋上人要是来了 你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吧 现在姚子成 郑桥 郑桥老婆都死了 孔雪莉啊 孔雪莉 一会儿看着我们大摇大摆地 从这里走出去 你是不是特别沮丧 我不伤心也不难过 今天你们谁也走不出去 来人 把他们带回去 你们要干什么 都不想活了吗 走 老实点办了 老白 老实点了 你看清楚了 这哪是大都督的兵啊 这分明就是我 祥城警察局的警察 头儿 头儿 演得不错 演得不错啊 辛苦你了 孔雪莉 孔雪莉 你 你真阴险啊你 多谢蓝老板夸奖 把人带回去 孔雪莉 孔雪莉 你给我下来 不好了 不好了 这些人带着一堆兵过来了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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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